秦仲海摇头叹息 道 哎呀 这刘靖当真傻了呀 过去他与江冲联手 干掉左都御使张温 现下该知道后悔了吧 这张御使若是还在 想他最是正直不阿 定会秉公处理 方经满朝都是进入寒蝉之辈 刘靖搬石头砸脚 还能如何呀 我看看 这刘总管定要玩玩了 刘王天长叹一声 道 其实啊 不论刘江两派谁对谁错 都算天下间的罪恶晕搜 谁都不该相处啊 哎呀 可惜呀 那羊皮只是一场春梦 难以插出江冲 买国内清 念其咱们孤掌难鸣 若想慢慢出去 这两大罪恶派伐 那是非得寻序渐进不可的 他顿了一顿 重重问道 啊 诸位以为 此次东长与江冲之争 咱们该当主谁啊 此言一出 众人神色都是一变 诸人相望 却无人强着回话 柳王天 见众人安静无声 当下依着柳门习惯 先问官职最低者 柳王天道 定远啊 先不论您那些江湖恩怨 照你看来 这次朝廷两大派相争 你属意诸谁啊 武定远听了问话 灯是黑的一声 横横地道 江冲为了缺缺一张羊皮 不知辣手杀了多少人 下官的同僚武座皇纪 被人割去手机 挂在门梁 那夜灵镖局满门老小 八十余口人 更莫名其妙地 惨遭朱雀 除此之外 尚有知辅良之义 御使大人王宁 都是心口为此被害 这一切惨事 追根究底 全是江冲这恶人脚缩的 他站了起来 大声道 侯爷 咱们除恶无尽 定须早日解决这恶徒啊 清仲海鼓掌道 嗯 说得好 这江冲最是卑鄙无耻 比那刘静为恶更深 咱们呢 定须早日将之除去啊 刘王天不知可否 他转向杨苏冠 问道 苏冠意下如何呀 杨苏冠沉莹良久 道 定元所言 虽是有理 却未必合算 清仲海鼓的一声道 哦 杨郎中有何高见啊 杨苏冠道 此时江冲势大 刘静与咱们设立较小 即便两派联手 最多也只能与江冲打个平手 却未必能够将他整垮 到时双方两败俱伤 咱们不过突然浪费气力而已 刘青二人文言都点了点头 杨苏冠这话虽然不中听 却都是实情无疑 吴定元却满脸气愤 全然不能同意杨苏冠之言 只听他大声道 江冲干了这许多的恶事 咱们只要抓出一剑两剑 如何不能将他关入劳冬 杨苏冠道 啊 定元有所不知 大理寺要朱雀江西党羽 甚至将江冲的官职 都费难事 但正要让这个奸臣 判刑入狱 服罪赐死 却需要来个六部会审 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吴定元形下一灵 问道 哦 六部会审 那又是什么呀 所谓六部会审 便是立 护 礼 兵 行 公 六部尚术 一同审案 这完全是嘴里字的人情较量 咱们即便抓住江冲的小辫子 也未必能说服六部尚术 将他定罪啊 柳王天道 没错 先下 素冠贤之 与兵部尚术相熟 或能说懂他出仇相助 但其余五部的张书党人 红然老夫有些私教 也不能保证 他们会兵工办案啊 吴定元身为宫门老将 怎会不知这些人情道理 当下面色惨淡 废然不语 情仲还道 那照杨郎中的意思 咱们去该怎么办呢 杨苏关道 现下 江冲已然开出条件 只要我们不应远刘静所请 他便送上两个大靴 以在下的浅见 这次若能抓住这两个缺职 日后便是少了 刘静这一派的支援 咱们也不必再怕强冲了 秦仲海 嗷的一声道 哦 何以见得呀 这次最大的肥缺 便是京城都指挥使 照我朝典章制度而言 这个职位 可以管辖京城所有军马 上起御灵军 下至景一位 无不出席首长 只要抓住了这个职缺 侯爷手握京城兵权 实力定会大了一倍不止 哎 你这话不对呀 这些年来朝政大坏 京城势力各相同属 谁也不听使徽 咱们便是抓住这个都指挥使 也未必有用呢 秦仲海自己是虎灵间都统 道理上来说 也贵京城都指挥使管辖 但他只知这位老兄姓许 长得高矮胖瘦 却是不甚明了 可见一般了 杨思冠微笑道 点章毁坏 难道便不能改好吗 照在下之见 只要抓住这个职缺 到时咱们只要能说动 兵部上处 顾上手 再加上我爹爹 与侯吟的力道 定可扩大京城都指挥使的实权 此举大出僵冲意料之外 即使他便想将职缺收回 那也为时晚矣了 秦仲海想起那日 他与顾家小姐神情轻逆 当即一笑道 咱们这位顾大人 平素特意独行 从不与朝中三派结党 看来他定是爱阳极柳了 杨苏冠微笑道 秦将军取笑了 柳王天倾可一声 道 嗯 照素官的意思 咱们现下便是要与江冲联手 不知在座有无意见啊 秦仲海听了这话 惊吓一事了然 看来杨苏冠事先 早与柳王天商量妥当 这次找他过来与会 只是召会之意而已 秦仲海打了个哈欠 知道自己口才有限 若要辩论 定然说不过杨苏冠 反正事不关己 索性不再理会 忽然之间 想起了卢元 惊道 这当口 要是卢兄弟还在 定会有所高见 我老秦 自也能大闹一场了 他正自叹息不已 忽听吴定远 沉沉喝道 刘大人 这是我反对 众人闻言 心下都是一灵 柳王天咳了一声 问道 定远啊 为何反对啊 吴定远大声道 侯爷 咱们若要与江冲 这帮金贼联手共事 甚且还要共谋分赃 请问 我们与奸臣 有何分别 众人见他说话 说得极重 心下都是一灵 杨苏冠劝道 这只是权宜之计啊 等将来 咱们势大之后 早晚 还是要将江冲 绳之以法的 吴定远良言一红 眼前浮现出 齐家满门惨死的模样 想起凶手 至今人士逍遥法外 忍不住心中一算 大声道 我过去 只是一个小小捕快 杨大人说的那些 高来高去的话 我一句都不懂 杨苏冠眉头一皱 正要相劝 吴定远 却用力挥了挥手 将他的话头压下 大声道 我为了燕灵标局的案子 一路从西凉赶到京城 千里奔波 并非是为了求官而来 我 我只希望沉渊得雪 还给苦主一个公道 几位大人 若与江冲这奸臣联手 我 我明日 便返回西凉 再也不必做什么致使了 说到最后 竟然一拳 重重吹在桌子上 只听轰的一声 目桌已然四分五裂 崩塌在地 当年 吴定远初来京城 随即交出羊皮 凡是只听柳王天安排 可说行事谨慎 老实规矩 那小的 一趟西江归来 吴定远的脾气 竟似身上武功一般 无端强了许多 众人不知他原来如此烈性 面色都生哈矣 秦仲海心道 我只知道定远 是个天生的捕快性子 想不到 也有如此血性的 一时 心中满是佩服 杨苏冠却想道 原来定远这般沉不住气 这罐头 小布人资乱大谋 我可怎么劝服他才好 众人沉默无语 柳王天更是叹气连连 吴定远自知太过激动 惊吓众人 当下欠然道 我 我只是布人血暗沉晕 这才说了这许多钟话 请大人见谅 说着 双膝弯曲 静而向柳王天跪倒 哭道 请大人 可怜艳灵标局 满门无辜惨死 万万不能与奸臣联手啊 柳王天身受福气 道 啊 定远所虑 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想我等 凭什么自称是忠诚孝子啊 便是因为我们 不与江中这干贼子 同流合污 哎 看来呀 此事啊 还是要从长计议啊 吴定远扣手捶泪 气道 多谢大人 定远终身不敢望大人恩德 杨苏冠面色一变 此时少了羊皮 智肘将冲 若不能掌握 流江两派对决时机 趁机作大 日后定会曲曲下风 但他见吴定远如此激动 自也不便再读书什么 秦仲海倒是笑嘻嘻地道 哈哈哈哈 没错 咱们一点也不急 一切慢慢来 等江冲流进他们抬高架马 咱们再说不迟啊 这夜 聊到深夜房散 第二天 秦仲海哈欠连连 又赶去京城上工 他昨夜只睡了一个时辰 才到京城 便往西角拍楼一窜 沉沉睡去 几名手下知道他懒心发作 都不敢朝他起来 秦仲海正在好梦 忽听外头一阵锣鼓 跟着由手下冲进来 激动 老大 快起来了 皇上尖格要去围炼 咱们可别迟到了 秦仲海给属下游行 听了情游 心下意惊 连忙擦去嘴角口水 匆匆往外奔去 只见 众兄弟遭遇整装待发 只等他一人到来 秦仲海皱眉道 这是我第一回陪寿 你们带路吧 一名老练属下 取出宝胎打工 迎铃雕剑 呈给秦仲海 道 等会打猎时 老大只管把猎物 赶到皇上跟墙 让他一个人设个痛快 可别抢了他的风采 秦仲海嗡了一声 知道这是马屁精的把戏 当下汉手会议 不多时便已赶到西院 这西院便是由北海 中海 南海 三处合成的右场 经辽 经援 三朝整建 静远规模日大 相为皇帝公妃游乐之处 此时 众军援急 只见 经武前卫 雨林右卫 辅军后卫 等御灵进军 都已赶到 足有数千之中 一名将领 见轻众海面生 才知他是 虎林军的信任头领 他有意结交 当下策马向前 拱手道 在下龚正一 是经武军的头领 敢问阁下 可是 秦仲海 秦将军 秦仲海一拱手 笑道 不敢 政治区区在下 小可 刚接虎林军没几个月 只因军武繁忙 尚未拜见大哥 还请别又则个呀 那龚正一 举起大拇指 赞道 都说火炭一刀 威仪边疆 今日一见 果然不凡 在下 真是久仰大名了 秦仲海 见他说得真诚 饶他 是条硬汉 此刻也不禁 偷偷欢喜 笑道 哈哈哈哈 见名合足挂齿啊 倒叫大哥见笑了 两人坐在马上 各自闲聊 秦仲海 见龚正一 相貌堂堂 举止 急剧风度 一时甚感兴怡 又见他 见闻广播 对宫中上下事情 颇为了解 当下 更是没口子的请教 两人 正自谈说 呼听一名宦官 朗声道 众官福地 皇上驾到 跟着 远处人声轩哗 传来正正猎犬 飞脚之声 看来 欲驾威猎的大队 已然到来 龚正一 见皇帝便要到来 急忙拜扶在地 秦仲海 自也随他下拜 此刻 亲民侍卫 不论羽灵精武 还是 辅军虎灵 傻是无不跪在地下 口中大喊 愿吾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秦仲海官职不到 无需参与造巢 是已过去 仅见过皇帝一次 他口中 跟着众人念了一阵 心中 却无甚恭敬之意 悬色道 他妈的 每个万岁 还不都活上 那么几岁而已 万岁一生 独寿一岁 趁个阿弥陀佛 无祸哀哉了 秦仲海趴在地下 心中不听善笑 护爵一旁 龚正仪 猛往他身上挤来 秦仲海向来警觉 查之有意 急忙抬头 猛见一名黄袍男子 低头看着自己 这人也不胜老 怨莫五十岁上下 秦仲海心下一惊 明白此人 便是当今圣上 他方才胡乱咒骂皇帝 可悲给发觉了 当下神色尴尬 一时不知高低 皇帝自没察觉 自己给人臭骂 当下温言微笑 问道 你就是秦仲海 秦仲海连忙败福在地 抠成 啊 末将秦仲海 抠见圣上天言 皇帝哈哈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头 笑道 哈哈哈哈 你很好 在西江替朕争面子 朕很高兴 一旁将领 见秦仲海有机会 与皇帝攀谈 无不露出艳险神情 秦仲海 胡乱败了几下 道 末将得陛下 金口称赞 实乃 毕生荣华 皇帝微微一笑 不再多说 吩咐将领道 啊 难得 风和日丽 朕景日 兴致盛家 大家 这就走吧 秦仲海 正要爬起 忽然一人 急急走来 靴子正好 往他脸上踢来 这脚虽然不重 却正好踢中秦仲海的脑门 秦仲海大怒 猛地抬头去看 却见 那人正是 景一卫的统领 安道经 看来 他心存嫉妒之意 历史便来招折 秦仲海狂怒之下 伸手便要往腰上摸去 一旁龚正义急忙拦住 呈声道 哎 这些小人 见不得你好 你可千万忍耐呀 秦仲海怒气波发 分身战起 却见 江冲大摇大摆的 从后醒来 身上却也穿着猎装 对秦仲海 只是视而不见 跟着 大批景一位好手 也从秦仲海身边走过 各个神情张狂 秦仲海心道 等出宫之后 老子不打死你一两只 便跟你龟孙子 姜冲姓了 过了一会儿 一枚瓷鸣善目的老者 走到他身边 正是刘景 身旁还跟着 薛努尔登太监 刘景往秦仲海 瞄了一眼 见到面色铁青 两手握拳 当即笑道 哼哼哼哼 仍一时 争千秋啊 秦仲海 黑的一声 冷笑道 哼 刘公公那么难忍 何必还与 江冲斗得 难解难分呢 刘景眨了眨眼 嘘了一声 道 哎 秦将军说的话 好生奇怪啊 我与江大人 乃是至交好友 什么时候 有过争执了呀 秦仲海 将他脸上 闪过一阵狡猾神色 声道 这两大奸臣 果然是老金举华 个个都是 撑得住气的金球 我可不能漏了马脚了 当下 压住火器 也是哈哈一笑 道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大家都是替皇上办事 还分什么大脚 公公这番提点 征教仲海 大开引戒 刘景见他 献血血脉 便笑道 嗯 是啊 难得 秦将军少年起生 却也领悟得这番道理 二人说话间 皇帝已然翻身上马 刘景拍了拍 秦仲海的尖头 笑道 嗯 你快些过去吧 保护圣上 可是你的直走 秦仲海 唯一汉手 便自追了过去 提声隆隆 数千群马 便朝成交猎场 飞驰而去 秦武卫 当先开路 羽灵卫 守卫右侧 辅军卫 后方警戒 秦仲海率领虎奔卫 众多手下 紧紧跟随皇帝左侧 那皇家正中 却见大批警衣卫 东场高手 随行保护 秦仲海看在眼里 心中便想 这世间 若有人想要暗杀皇帝 只怕难上加难了 以这等雄壮军容官知 武功便是到了宁不凡 竹灵昭这等地步 也进不了皇帝身前三尺 秦仲海正自观看 却见江冲流境的人 都围绕在皇帝身旁 三人倪言我一语 却正聊得兴起 秦仲海 微微一领 兴道 外敌一语 家贼难防 要干掉皇帝老二 根本不必硬碰硬的蛮干 只要像江冲流境这样的大臣 那是随时随地 都可以赏他一刀的 只听远远的传来江冲的声音 笑道 皇长 今儿个为何性质如此之高啊 可是有什么美事吗 皇帝笑道 啊 哈哈 江爱卿问得好啊 朕这几日看了文书 知道迎川受奉为韩国太子妃 可韩又是极爱疼爱他 朕看他有个好归宿 心头自然愉悦呀 江冲产笑道 哈哈 皇上果然天圣仁爱 文武圣德 公主能有这般父亲 朕是献杀天下多少女儿家呀 皇帝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你呀 就是这张嘴甜呢 说着 叹了口气 摇头道 唉 这话呀 要是由盈川来说 朕不知有多开心呢 言语之间 似乎别有所思 刘静微微一笑 劝道 皇上 别烦恼了 若是想念公主 不日便修书一封 请公主随同夫婿 以游中土 以来为劳公主的思想之情 二来 皇上也好提点这个女婿一番 叫她些做人处事的道理呀 皇帝遥望天际 叹道 啊 还是刘公公懂真的行事啊 说话前 众人已然见到一只兔子 皇帝随即拍马向前 追了过去 情众还打了个哈欠 兴道 看着两人斗得毫不厉害 每句话都在讨皇帝的欢心 不过 还是刘静老谋生算 三两下 便把姜冲这兔崽子比了下去了 转念又想到 这两人也真是有法子 自己的案子 还压在朝中候审 却还跟皇帝出来打猎 像个没事人一样 皇帝举功搭进 唰的一声 便将兔子射刀在地 众人历时欢声叫好 看来 这皇帝屡历不弱 也是个生性好动之人 安道经急急向前 将那兔子拾了起来 众人赞叹声中 只听江冲大声赞道 嗯 皇上 功箭贤熟 武功超凡 争个儿是天下第一啊 秦仲海心道 不过是射之兔子 这样如能成为天下第一 老子我不是超凡入胜 成为五百年来第一高手了吗 这一路追赶下去 一遇大型野兽 众将立即将之驱赶到皇帝身前 好让皇帝尽情享受乐趣 秦仲海听他将冲满口马屁 刘靖也在那里陪话节闷 已是只觉无聊头顶 也是昨晚与杨苏冠等人谈的太晚 此刻忍不住睡眼惺忪 竟在马上打起瞌睡来了 秦仲海正自豪睡 任凭云里追随着大军前行 迷迷糊糊间 好似大军越奔越远 过了工程 一道成交 秦仲海哪管这许多 只顾着睡 天性 远里追是比勤快宝马 不似主人这般懒惰 只一路奔驰 倒也没落对 秦仲海正自豪梦 忽然有什么奇异吼声 远远飘来 滴滴沉沉 听不真切 秦仲海内力浑口 虽在睡梦中 仍能察觉周遭异壮 他听了怪声 心下呼起一感 急忙睁开眼去 侧耳去听 只闻 极远处传来低沉的吼叫声 秦仲海吓雷跳 赶忙站到麻背上 跳头看去 蒙剑远出树丛中 趴着一只猛虎 那虎身长一掌 体型壮硕 堪称事件罕见 阵营在树林里歇息 秦仲海大持一惊 急忙去看皇帝 心中更是一寒 只见皇帝远远脱队 他跨下黑马 名幻乌云带雪 神卷飞长 此刻纵提急奔 正朝那猛虎请去 秦仲海此刻 身在大队左侧 距离皇帝足有半里之遥 心下着急异常 却也无法阻止 皇帝物资不察危险 只回头笑道 啊 哪个先追上我 朕便赏他薄剑一饼 他驾马一催 黑马四鸣一声 往前一纵 又是十来场远径 已在蒙虎身旁不远 安道经等人武功不弱 此时也发觉蒙虎隐蔽 纷纷叫道 啊 有大虫啊 圣上快走啊 只是两边阁的太原 皇帝听不清楚 物资深守招耳 笑道 啊 你们说什么呀 朕怎么听不见呢 情仲海见情事不妙 若再拖延下去 皇帝别给老虎一口咬死了 当下驾马皆冲 他的作家 名幻云里吹 那日 曾大瞻西江翻僧 也是匹 宝义飞城的名剧 此时拍马送出 自是视若飞剑 转瞬 便赶上了江冲等人 口中更是大叫 皇帝小心啊 有大虫啊 情仲海吼声如雷 皇帝顿时听觉 他听到父亲苍有猛虎 只吓了一跳 正要驾马退开 猛听右侧草丛里 传来一阵喷气的声响 皇帝侧头看去 那草丛里果然躲着一双 黄澄澄的虎野 正自向自己恶横横的顿势 皇帝大吃一惊 教导 啊 大虫 他拍马一架 教导 快走 当下急急冲出逃命 忽然 左手乌蛙一声大吼 又有一只猛虎窜出 原来 此地竟有双虎埋伏 那乌云代雪虽然神俊 但眼见双虎在前 如何不怕 他四名一声 竟然仍力而起 皇帝可这么一掀 顿时掉落在地 乌云代雪 下得欢不择路 竟此往草原深处逃去 只把当今天子 留在地下 皇帝跌在地下 只见双虎嘶吼一声 缓缓朝他爬来 虎口大如雪盆 虎爪锐利四刀 若给抓上一爪 咬上一口 必是血肉横飞的惨祸 皇帝下的命无人色 颤声道 啊 谁来救朕呢 此时 刘靖 薛努尔等东厂人马在右 江崇 安刀经等 警衣卫好手在左 都是救驾不及 御前侍卫更是源源落后 只见左手猛虎 狂吼一声便朝皇帝扑去 便在这生死刹那 猛听一阵枪响 那猛虎已然中枪 摔漏在地 众人急看 只见江崇手上举着一柄火枪 枪口青烟直冒 想不到再次生死关头 竟是这奸臣开枪救驾 原来他那日见罗摩石 用的一手好枪 心中生陷 便向他要了来 没想到此时 竟能见此大功 皇帝见左手猛虎势头一缓 计不可施 当即冲向东场中人 双手连辉 叫道 救命啊 但右手猛虎完好无缺 一见皇帝奔跑 右击发了受刑 当场扑了过去 江崇见猛虎直追皇帝 这吓得他全身冷汗 当下急急填充火药 又开了一枪 云仙中枪 那头猛虎给这么一击 当时狂怒 转身便往江崇扑去 江崇大吃一惊 喝道 哈哈 搞什么呀 想要举枪再射 但没了火药 暗刀精见石头崩妙 连忙挺刀去挡 只是那虎实在勇猛一长 身上中枪 物子乱抓乱咬 暗刀精刀法虽然厉害 一时却也识多不下 请一位众人给猛虎乱撞 当时荒成一片 刀枪骑上 直往猛虎声上招呼 另一头猛虎却是毫发无声 只见他凶猛狂笑 仍是一股脑的往皇帝扑来 皇帝全力奔跑 口中连连大叫道 救命啊 救命啊 他脚下一跌 摔倒在地 那虎四竹一点 转过身来 阻住皇帝的去路 直挡在他与东场诛人之间 只听猛虎仰天狂笑 血喷大口咬出 看来这一咬之下 便能将当今万岁 活活咬死 秦仲海此时驾马飞驰 竟在白驰之外 眼看皇帝命在担心 他全身冷汗 急叫道 薛努尔 快快丢出你的天外金轮啊 谁知 薛努尔好似成了痴呆 竟是一动不动 秦仲海见不能再拖 顾不得误伤万岁爷 当下举起宝胎大弓 刷的一箭射出 长箭飞去 只听乌尔一声吼叫 那虎已给射中了后腿 心血四肩中 那虎微微颤 但随即凶性打发 仍一拐一拐地朝皇帝摇去 并在此时 只见金光一闪 东场人马中 飞出一只金色银盘 直往猛虎砍去 秦仲海行下一袭 这薛努尔终于出手了 料来猛虎虽然凶狠 却是南党武林高手的一击 他细看那金轮的去向 心中确实一惊 这金轮的去路有些奇怪 按照静急的路数来看 只怕斩死猛虎之后 也会把皇帝一同斩成两劫 秦仲海又惊又疑 眼看自己已在皇帝驾迁不远 当下双足一跌 便从马背上飞了出去 要将皇帝抱在怀里 只听乌娃一声惨叫 果然那蒙虎已给金轮切成两半 但那金轮力道不竭 仍往皇帝腰间砍来 这下子若要砍实了 只怕皇帝便要给当场腰斩 秦仲海黑的一声 轻疏远臂便要将皇帝抱在手里 忽然之间一阵人影闪过 电光火湿的刹那 那人快了秦仲海一步 已将皇帝抱走 秦仲海见着人生法好快 后发先知 急看面目 却是东场总管刘靖 那金轮远远飞出 跟着在半空中一绕 又转回薛奴儿手中 秦仲海行瞎暗骂 这老小子搞什么 险些把皇帝害了 他怎得出手这般重呢 他转头看去 只见薛奴儿脸色铁青 口中念念有词 好似心中有鬼 秦仲海见了他的脸色 更敢怀疑 不对 薛奴儿武功高绝 出手怎能如此莽撞 难不成他别有图谋 想起薛奴儿近日举止怪异 心下更是猜疑不定 转头看去 那刘靖抱着皇帝 远远奔走 惶恐道 啊 圣上可曾受了伤呢 皇帝倒在他的怀里 回头看着断错两截的猛虎 他只知道猛虎追咬连连 却不知自己方才差点死在薛奴儿手下 连拍心口 道 啊 没事 真没事 刘靖嘘了口气 正要再说 却听江冲远远叫道 大胆薛奴儿 你竟敢行刺皇上 快给我拿下来 皇帝圣武武功 虽不知他险些死在自己人手里 但那江冲何等眼见 自已看出薛奴儿那招凶险异常 差点便把皇帝杀了 锦衣卫众人驾马之冲而来 已将薛奴儿团团围住 皇帝闻言一惊 转头看向刘靖 道 啊 薛夫总管要行刺我 这 这从何说起啊 他方才不是出手救了我吗 刘靖脸上闪过一身轻气 却把打话 他侧目看去 江冲已奔到镜前 当下一咬牙 提声喝道 左右来人 薛奴儿出巢不知惊重 惊扰了圣上 快将他拿下了 众人闻言 无不打惊 薛奴儿更是全身颤抖 放下了惊伦 呆呆地站在原地 东厂诸太监 见总管也要请拿薛奴儿 一事不知如何是好 秦仲海等大内侍卫 见变古连连 也都惊呆了 眼看警衣卫快步奔来 薛奴儿喃喃自语 他双戏软 自行跪倒在地 摆扶道 臣 救下急切 一时 出手太重 爱敬皇上 重重致罪啊 他语带哭音 跪地磕头 连连请罪 刘靖也是面如死灰 想来他管教手下不力 此番也要受责 皇帝从刘靖的怀中 挣扎战起 他走上前来 凝视着薛奴儿 脸上神情 极是不仁 好似不幸薛奴儿 会来害他 江冲走向前来 提声喝道 把这姓薛的 给我拖下去 看看他 还有没有同伙 说话间 瞪着刘靖 满面都是肃杀 皇帝摇头道 啊 江青 且慢动手 江冲急忙劝道 薛奴儿 穷凶极恶用心歹毒 皇上 切莫放他过去啊 徐副总管 向来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下手来害 此事 纯实意外 不必追究了 江冲 黑的一声 凑头过去 急急朝皇帝耳边 低声述说 秦仲海运气内力 细细去听 但两边隔得远了 站得又是逆风味 却只听得 穷贵妃三个字 皇帝听了 江冲的一番谗言后 傻尸身子一颤 他低下头去 叹道 唉 好吧 先把薛夫总管尖下了 问过详情再说吧 江冲大喜 道 圣上英明 秦仲海 兴下起义 宣思道 哎 这是怎么回事 皇帝本来 无意治治薛奴儿的罪 但怎么听了 江冲一番话之后 雀耳变卦 究竟江冲 说了什么厉害谗言 我可要查个明白了 井一位众人 驾起薛奴儿 喝道 走了 夕阳西下 晒在刘静 与薛奴儿身上 只见他二人 遥遥相望 薛奴儿口唇呼的遗产 似是欲言又止 安道经伸手 往薛奴儿背上一推 喝道 还看什么 快走吧 眼看薛奴儿 便给这样压走了 刘静忍不住叹息一声 似乎有着深深的歉意 好一个炎热焦躁的艳阳天 阳光普照 蓝天白云 田耿边的池塘 挤满孩童 都在那儿大声嬉戏游水 正是炎炎下热的鹰孩童趣 却见 远处一座弱大衙门 门口一块空地上 排着冗长队伍 数百名灰汗如雨的汉子 排座一列 各个神情紧张 惊惊胆战 好似带载的牛羊般 正自恐惧地看着前方 与四下悠闲景象 大意袭去 却是什么物事如此厉害 居然叫这数百男子 满心害怕的 只见 前头摆着好一张长桌 一名身穿巢服的官员 神情严厉 凌厉的目光猛朝人群扫去 只吓得众人 从心里寒起 原来 今日正是天下大举 无数秀才出身的男子 赶来此处贡院 参加三年一度的山东会试 那考官打开名册 看了一眼 跟着抬头 对着一名男子喝道 你就是周扬 一名瘦弱男子连连点头 颤声道 啊 小人 正是周扬 那考官哼了一声 道 哼 你家里 还有什么人呢 小人是独子 双青年过八十 家里 还有房媳妇 那考官邪目 看了他一眼 冷冷地道 你 第几次应考了 周扬面色尴尬 把头低了下去 小声道 第七次 考官面无表情 道 照上头颁下的新规矩 凡是三次以上应考的考生 一律交三十两白银 全做过堂费 免得耽误独卷大人的时光 周扬愣了一阵 道 啊 可 可三年前 不曾有这么样规矩啊 那考官皱眉道 你有没有钱 自小 自小 没 那个友子 却迟迟出不了口 那考官低下头去 却是懒得多了一眼 镜子道 下一个 那周扬大哭起来 叫道 我盘柴佣镜 实在没钱啊 大 大人 你放我进场吧 那考官打了个宝格 提声叫道 下一个 周扬满地打滚 哭道 你 你不能把我赶回家 你要我怎么面对爹娘妻子呀 两名官差轴了过来 左右各一人托出夜下 灯将周扬架到一旁 免得耽误他人进场 周扬跪地痛哭 泪流满面间 不知该何去何从 一名胖大的男子走了过来 道 这位大人 我叫做江大清 那考官哼了一声 道 哼 什么我啊我的 连在下两个字也不懂得吗 你还考什么试 应什么举啊 江大清文言恼火 道 你说什么 再把话说一遍 那考官呸了一声 冷笑道 呸 哼 你这个莽状子 连礼仪也不懂些 居然还敢硬考 岂不笑坏人家的大牙 忽然 桌上冬得一响 却是江大清 解下药厂金牌 将这摔在桌上 那考官冷笑道 哼哼 你想干什么呀 江大清指着金牌 道 你看清楚上头的字了 那考官哈哈一笑 道 哼哼哼 这牌子上还有字啊 可是你的生成八字啊 他低头去看 却见那金牌上 写着一个大大的江字 那考官吓得昏不复体 颤声道 啊 这 这是 江太师的金牌 江大清冷笑道 哼 你以为 当朝太子太师 江崇江大人 是我的谁呀 他是我的亲叔叔啊 那考官吞了一口唾沫 面色如同死灰 只听江大清冷笑一声 道 哼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外联官 却敢胡家虎威 说我不配硬考 给我站起来了 那考官吓得净若寒蝉 连忙低头战棋 啥时江大清重重 朝他脸上咕了一掌 江大清身材高胖 这一掌精神不轻 那考官登机摔在一旁 江大清冷笑道 哼哼 今日叫你学个乖 跟着 跨开大步 静字走了进去 眼见着江大清 未曾抚钱 也未被学们 硬考次数 便这样平白地 走了进去 周扬行众部分 当即跳了起来 大声道 他 他没有付三十两 过堂费 你怎能放他进去呢 考官一肚子委屈 心里正是又挠又火 又听得周扬物资叫喊 当即骂道 你再敢说一句 我一耳光赏给你 周扬气愤道 他能进去 为什么我不能 那考官冲上前去 喝道 没钱 就乖乖在家耕田 出来考什么事 说着一耳光 便要往周扬过去 忽然 一人抓住那考官的手掌 沉沉道 没钱便不能考试 这是谁家的道理 那考官猛地回头 只见此人双目熊熊有神 正自妄想自己 想来只能见过世面 那考官子也不敢造次 便问道 阁下是谁啊 那人放开那考官的手掌 道 在下卢云 那考官奔回桌前 细细查了一番 道 啊 你是卢云 秀才出生 三年前应过一次举 对不对啊 卢云哼了一声 道 哼 你要多少钱 快快说吧 那考官见他说话爽气 便笑道 嘿嘿嘿 你只考过一次 只需十两白银 卢云拿出当日柳云天 考上的金云宝 便扔向那考官 那考官喜滋滋的接过 待见那金云宝 足有十两之重 忍不住笑道 哎呦 这位卢官人 我要的是银子 可不是金子 难不成 你想行贿吗 卢云脸色一沉 伸手往周扬一指 道 谁想行贿了 这位兄台付计过堂费 我来替他给 那考官一愣 道 啊 三十两银子 给这浑小子 那不跟喂狗 没两样吗 卢云冷冷地道 你休要卢索 这是我的银子 我怎么高兴 怎么使 周扬正次哭得死去活来 此刻听得两人对答 正是遇上了活菩萨 他当场抱着卢云的腿 哭道 多谢大爷 多谢大爷 卢云将他扶起 温言道 大家患难相处 兄台何须言谢 你好生考办 可别辜负父母的期望了 周扬爬起声来 大声笑道 啊 如此多谢了 说着 冲向那考官 一把揪住 高声喝道 我的蜡烛和木卷呢 快快给我拿来 那考官哼的一声 冷笑道 哼 死穷算 你遇上贵人了 说着 将纸墨蜡烛送上 吩咐道 试卷首页 你祖上三代姓名 另需写上你的机冠年甲 文字中还得回避 玉明庙后 记得了吗 周扬奔了进去 头也不回地道 活靠了七次了 这些规矩比你还熟 那考官见周扬进去 便转头向卢元一笑 道 好心的活菩萨 这回换你进去了 说着 送来一应物事 神态颇为客气 卢元伸手接过 心下却是平静淡然 他轻轻一探 回手看着一片晴空 想道 这次 若还不能中 便回家教书吧 阳光洒在他英俊的面上 却见他脸上丝毫不见紧张期待之情 平淡声色中 好似早已看破红尘 超突了事件的悲欢 却说 薛努尔给江冲等人压了起来 这几日都给奸在牢里 秦仲海自向柳王天等人禀报 柳王天摇头叹道 唉 我看啊 东长这叫甩得不轻呢 不必等到刑部的案子发作 刘京必要给降级了 杨族官本想重提旧事 再谈与江冲合作一案 但见众人闷闷不乐 都在咒骂江冲 他自也无法多言什么 柳王天知道 这几日情势严峻 并又嘱咐清仲海 道 这几日啊 宫里必然风声鹤唳 你可千万小心啊 别给人家抓到什么把柄 到时只怕要吃大亏呀 秦仲海唱了承诺 自回宫里去了 自从薛努尔给人监禁起来 宫里进而变得肮脏无比 宫女太监更是散漫不堪 秦仲海私下巡查 只见宫然剧毒者有之 大开宴席者有之 简直败坏得不成话 想来薛努尔虽然生性暴力 却是打点功力杂士的第一把交椅 秦仲海虽与他崩目 但这几日少了人斗口 却也有些无聊 这日正在御花园悬查 湖建远处有人抬着担架过来 当前一名太监身形高大 几达九尺 正是大宝 秦仲海见他们一行人面色暗淡 望之颇为悲伤 他走上前去 低声问道 你们干什么呢 这般愁眉苦脸的 大宝往担架看了一眼 却是渲染玉气的神色 秦仲海转头看向担架 只见上头盖了一块白布 下头血迹斑斑 显然赢有得人 秦仲海星下一灵 问道 这担架里是谁啊 大宝叹道 别说了 我们要过去了 秦仲海见他哀伤神情 稍微推算 以至担架里躺得 必是薛奴儿无疑 看这个模样 想来薛奴儿熬不住 狱中的苦楚 已染死在里头了 秦仲海 行下策然 叹道 唉 你干爹可是 可是疑 大宝哭道 别问了 我们要走了 秦仲海叹了口气 想到当年 想到当年与薛奴儿一同 护甲和亲的情分 便道 你让我瞻哑一下 他的仪容吧 说着 伸手抓住白布 便要掀起 大宝 其帮拦住 坚持道 哎呀 你想干什么呢 秦仲海摇了摇头 叹道 唉 你别见我平日 与你干爹斗戏 其实私底下 算得上有些交情 你让我看他最后一眼吧 大宝最是讨厌此人 登时喝道 你这人不安好心 给我走远点 秦仲海也动了气 骂道 老子不过是想看看你干爹 你怎的不是好人心 没办得家教呢 说着 伸手推了大宝一把 大宝行下狂怒 猛得挥旋冲来 秦仲海冷笑一声 道 哼 小子欠打 今日替你干爹 教你些道理 耳光哄出 一脚踢去 大宝脸颊肿起 身子冲天高飞 远远坠入花圃之中 秦仲海望着 血淋淋的担架 叹道 唉 徐副总管啊 你嚣张一事 却也有今日啊 他掀开白布 啥时只见白布下 露出一个光溜溜 血淋淋的屁股 秦仲海大吃一惊 大声惊道 啊 这是一个屁股啊 一名台诞太监 看了他一眼 叹道 将军说他没错啊 这正是屁股啊 秦仲海 见那屁股满是帐窗 不禁叹道 唉 这屁股到底是谁啊 怎么全是血呢 那太监 眼中含泪 感慨道 哼 天若有情 天夜老 这屁股坐过宝座 用过庙堂便器 如今 却血淋淋的 躺在这儿 唉 人生沧海桑田 便从一个屁股 也看得出来呀 秦仲海听他胡言乱语 登时大怒 伸手往他头上一敲 喝道 你在废什么话呀 我在问你话呢 那太监啊的一声惨叫 登时低下头绪 不敢再说了 只听其余几名太监哭道 薛夫总管好可怜呐 整整给人打了一百仗 这才成了这副模样呢 秦仲海叹道 唉 薛奴儿行长而死 实在太惨了 说着便要眼上白布 便在此时 猛听扑鲁一声 跟着臭气喧天 那屁股 进而放了一个屁出来 秦仲海大惊道 啊 死人放屁 只听薛奴儿的声音 恶狠狠地道 姓秦的王八蛋 你可别幸灾乐祸 等咱家伤好了 定要砍下你一条手臂泄愤 他里面向下 声音模糊不清 听来盛世寒昏不清 秦仲海见他未死 兴下盛世高兴 但嘴上人不留情 只听他嘻嘻一笑 双手核实道 呵呵呵 薛夫总管 你死就死了 可别出来作祟了 薛奴儿怒道 你 你给我滚 秦仲海看着薛奴儿的屁股 笑道 呵呵呵 想不到薛夫总管 平日这么威严 屁股上 也有着许多黑痣啊 明日可要找个算命先生 参详一番 也好写个什么屁经什么的 说着 转身离去 自音自语道 左边屁股有三颗大黑痣 右边屁股长了黑毛 说着说 蒙剑薛奴儿从担架上飞升出来 喝道 你 你好大胆 竟敢偷看咱家的屁股 你 你该死 但他身上实在伤重 灯石摔在底下 一时哼哼哀哀 疼痛不已 秦仲海将他抱起 放回担架上 拍来拍他的脸颊 笑道 呵呵 好了好了 看你怕的 副总管好好养伤吧 你屁股上有黑痣的秘密 我绝不会与人提起的 屈奴儿怒道 你给我过来 咱家生多了你 情众海却不理会 只哈哈大笑 扬长而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